我也會把每次上課的重點再回顧一下 我們第六次上課 今天等於是第七次上課 然後大概重點再講一下 基本上就是產生VBA的按鈕 這個固定的以後 也就是說期中之後 重點會慢慢擺在程式部分 所以你們可能要點心理準備 為什麼 因為難度會有點暴衝 因為之前同學跟期末報告說 老師 期中以前好輕鬆喔 期末之後呢 整個就非常的跟不上了 沒辦法 因為程式不可能太簡單 如果太簡單就不專業了 專業就是很難 你不懂 我懂 那不要就專業了 那技能就是我比你熟 所以專業技能就是我又熟 我又很在行 我閉著眼睛都比你張開眼睛還做得更好 那為什麼 因為我很熟嘛 我已經做了多少年了 而且我認識Excel 都認識 但是我認識他的時間都比你們的年紀還大了 講得有點誇張 真的 我認識他應該快30年了吧 OK 所以就算應該很多人 應該在座沒有30歲以上吧 所以等於是說我對他的熟悉度 應該是非常的高 然後只是說我把我熟悉我覺得最重要的部分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大家要怎麼樣講會比較快 因為時間很有限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舉一些案例 然後其中報告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希望你們在整理至少函數 跟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另外就是聚期的錄製 然後期末之後可能聚期錄製跟VBA的部分 會增加非常的多 也就是我們將來是希望一鍵完成很多的自動化流程 那怎麼樣可以一鍵完成很多自動化流程 這個就非常重要 那就是我們課程的重點 那這個就是效率的提升 也就是說以前的人可能都土法煉綱 有點像人工作業 那可能要的時間可能會非常久 一整天大概又做沒幾個東西的報表 但是如果你自動化之後 那個報表真的飛快了 你一百個馬上也隨時一鍵按下去 全部完成了 這個效率可能差了一百倍 那一百倍象徵什麼 我只要請你一個人 等於我請了一百個員工的道理差不多了 那你的效率 當然這個講一百也是有點誇張 不過至少乘以十應該是可以的 也就是說我請你一個人 你一個人的效率等於就是請了十個人的效率 那這樣老闆會覺得划算 我不用給你十倍的薪水 有沒有 我大概給你兩倍薪水 你可能就很開心了 這樣蠻好的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要請人的話 當然就是請那個會的人 對不對 而且他能夠提高效率 可以幫我把事情做得又快 然後又好 那當然最好了 OK 所以第一個 其實企業跟企業之間也在競爭嘛 所以競爭的話講的就是速度 所以速度要怎麼快呢 那一定要用程式嘛 如果你要快哦 你不管說我多少幾個人做 多少幾個人還是慢啊 那打不如程式寫完 啪一下就OK了 所以今天的話請各位再看另外一題好了 所以待會請各位看一下那個文字 第一個單一 一樣第一個單一裡面有個範例 叫i Taiwan的那個 公共區域的免費服務 i Taiwan 各位應該不陌生啦 不過如果假設你不是吃到飽的話 你的網路沒有吃到飽 那當然你可能會去用Wi-Fi 那台灣到底哪些地方有Wi-Fi 不過這個應該是給外國觀光客 用的比較居多吧 我在想 那但是這個設立的位置大概在哪裡 OK 它其實有公佈 而且有明確的地址 還有經緯度 然後還有告訴你哪個縣市 所以我想要分析一件事 就是到底這個設立i Taiwan 合不合理 放的位置是不是最多觀光客去的地方 如果是的話 那表示這個i Taiwan設置是沒有 不過假設我今天是一個積合的話 我要積合 比如說這個錢是不是花在刀口上 對不對 你不能說你今天 明明那邊根本半個觀光客都沒有 你設那個i Taiwan幹嘛 給誰連啊 對不對 那不是等於又浪費資源 所以怎麼樣把最重要的資源 用在對的地方上面 OK 那當然你就有必要去分析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今天要做這件事情 第一個 請各位先把這個資料找到 那我是在網路上找 那特別為什麼找這個 其實主要是因為開放資料裡面 我看它那個瀏覽的次數是排在滿前面的 好像大家對這個資料的關注度是相對比較高的 OK 那大家表示這個是重要的資料 當然你們可以再找別的啦 我想其中報告主要是希望你們可以知道一些有用的資料 那如何去做一些統計分析 那因為數據其實是死的啦 人是活的 所以要把它快速的變成視覺化 馬上可以知道到底這個結果是不是合理的 所以第一個我可能想要根據這個資料 請你告訴我幾個訊息 比如說我根據這邊欄位 總共有六個欄位嘛 那我想分析一下 到底i Taiwan它的熱點在哪一個縣市是最多的 OK 理論上如果以人口數量來看 應該新北台北應該是最多 可是是否是這樣嗎 OK 是不是 不過啦 因為人口指的是我們本國人 但是觀光客會是常去哪裡的 OK 那應該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理論上如果是要設立的話 應該是要在觀光客最常去的地方 哪些地方是最熱門 台北應該我想觀光客應該也是最常會來的 所以啦 我覺得以人口數量 如果以這樣比例上來看 應該第一名應該把i Taiwan的熱點設最多 應該在台北市、新北市應該是 其次可能台中、高雄、甚至花蓮 不過花蓮現在地震 花蓮的話 甚至還有其他觀光的主要的縣市 可能比較合理 但是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想要知道結果 OK 另外的話我可能還會想要利用這個資料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先把這個下載資料看一下 這邊不是有CSV跟Jetson 那一般當然要用CSV啦 所以你點一下CSV好了 把它點擊 這邊就下載了 那CSV的話點下去之後呢 直接用椅子用開啟 OK 那如果假設不是亂碼那就沒問題 可是如果你假設你的電腦 因為如果有人用自己的電腦的話 可能開起來會亂碼的話 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另外的方法 就是你不用直接打開 你變成你就是要用匯錄的 資料裡面有個從文字CSV這裡 如果你是看到的結果是亂碼的話 那可能你就要換成用什麼 這個第二個方法 就是資料有沒有 然後從CSV 然後去找到我們下載的那個位置 我們下載的那個位置應該 就放在下載區吧 所以這個連結應該在下載 再打開它 匯錄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們做其中報告 一個的同學遇到了 為什麼老師我打開直接就全部亂碼 原因就是因為你的編碼方式 可能要另外選 預設的話是 內建的編碼方式是什麼 BIG5就是950 可是如果假設它預設的是UTF8的話 那有可能是亂碼 你怎麼知道是UTF8 其實底下好像都會有顯示吧 編碼方式這邊會不會 它好像有會交代它的編碼方式 有一些會有交代有一些沒交代 那如果沒有交代的話 我們就自己把它匯錄看看就知道 匯錄 那你會發現匯錄的話 它這邊會顯示出來有沒有 檔案原點UTF8 OK 這個地方的話 那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它載入就OK了 如果假設你看到這個亂碼 那你換這個方法就不會亂碼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 那為什麼會有亂碼的問題 因為編碼方式 主要原因是因為Excel的編碼 因為它是微軟公司 微軟公司最早期就是用Big5 Big5的編碼方式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其他 為什麼有用到UTF8呢 因為別的陣營 比如說Google、Mac、或者其他家軟體公司 它不遵循微軟的這個標準 它覺得那個標準太舊了 有些字會缺字的問題 所以用U的話只能Unicode 然後其他家用這一個 那你說老師 那為什麼微軟公司不跟上呢 微軟公司講說我最大嘛 你們都比我小很多 為什麼要跟你們一樣 所以理論上它就不… 不過未來微軟公司也會改成Unicode 但是微軟公司很奇怪 它就是不跟人家一樣 它不用UTF8 它另外產生一個Unicode的一個新的標準 反正最好還是會亂碼 它怎麼辦 反正沒關係 你知道有這個問題就好了 那你把它載入 它就會資料就過來了 但是載入之後特別注意 它會把它變成表格 那這個表格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你將來在弄公司的時候有沒有 比如說你要插入公司的時候 它會變成前面變小老鼠 有沒有 好像常常有同學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讓它恢復正常 不要用表格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請特別注意 把原來的表格的形態轉換為範圍 也就是說原始的資料 它的名稱叫做範圍 而不是表格 所以假設你們在做練習的時候也會遇到 如果你遇到這個問題的話很簡單 你就直接把它按下轉換為表格 按下確定 那這個問題就不會發生 也就是說不要用表格的這樣的一個形態 來做你後面的練習 那你說老師他會用表格也可以啦 只是說你要熟悉啦 如果你不熟的話那變成你問題很多 那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不熟你乾脆轉換成範圍 這個很重要 OK 因為這個好像每個同學都會問到同樣的問題 一直都 所以我乾脆直接一次講完 Rama的問題 還有就是插入公司會加一個什麼 中國阿虎小老鼠那個 AT 因為表格是把資料當一欄 而不是當一個儲存格 OK 這個可能是很大的差異啦 OK 所以我們這個把它刪掉 把它恢復成原來 那首先你把資料下載之後 另存新檔 就不用CSV 因為CSV只能存一個表格 然後我就直接另存好了 直接另存成什麼 啟用聚齊的活躍布 然後我把它放桌面好了 OK 第一步 先把這個先放桌面 它的名稱叫什麼 就是Hotspot List TW 名稱蠻好記得 儲存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我希望幫我統計一下 到底哪一個縣市的數量最多 其實好像還蠻好的 第一個當然你要知道總比數 我希望是要放第一列 Ctrl向下 它會移到最下面 它會告訴你說 最底下的這一列是10829-1 10828就是總比數 Ctrl向上 所以以後如果你想要知道 總比數的話就Ctrl向下 Ctrl向上就回到上面了 有沒有 OK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大概有個概念 總比數大概一萬多比資料 OK 其次的話 哪個欄位可以做一個樞紐分析 看起來好像 這個欄位好像就不用做特別的公式了 因為它地區好像就是縣市名稱的 有沒有 往下捲動 所以當然 如果我知道這個訊息之後的話 台北市全部 好像按照順序排吧 所以你會發現前面都台北市 好像台北市是不是最多 不知道 所以如果假設第一個問題 請你告訴我到底哪一個縣市 或者甚至 乾脆我想要做出Wi-Fi熱點前五名就好了 前五名的一個列表 告訴我哪五個是最 那怎麼辦 第一個 先游標一樣放在這個資料 插入樞紐分析表就可以了 OK 然後它第一個會問你說範圍對不對 範圍應該 這個工作表的A1到F1082應該是沒錯 A1在這裡 然後F底下 這個列數沒有問題 按確定 第二的話 就是直接把什麼 把地區拖拉到列 再把地區拖拉到籃 拖拉到尺 這樣它就幫我算完了 再來的話 我只要再做一件事 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游標放在B4上面 然後呢 做什麼 資料有沒有 Z到A 把它排序一下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蠻好用的 排序真的太方便了 按一下 馬上就可以有個答案了 所以馬上可以知道說 原來Wi-Fi熱點最多的 並不是在台北市 也不是在新北市 而是在什麼呢 台中市 而且台中市的Wi-Fi熱點的數量 它居然是比別的縣市太多了吧 兩千多個 總共才一萬 它等於五分之一都在台中市 其實我也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台中市Wi-Fi這麼多 反而是比較人口數量多 或者是觀光客可能會比較常來的地方 像台北市僅居第三名 有沒有 然後你說新北市的話呢 它居然才六百多個 六百多個說真的 你能夠放到哪幾個 到新北的IME就沒有Wi-Fi 我到那個新北好像很多地方 我打開都會有那個新北的免費灣 而且連還蠻好連的 按一個登錄吧 好像也沒幹嘛 就直接就可以連線了 我在想是不是也有可能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它不用特別去設立 OK 那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做完之後 我如果假設要留下前五名的話 前五名就好了 那我就只 有沒有還記得啊 這個前面都做過 前十名把它改成五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我們就畫出 這一個書名分析表了 那統計出的結果 其實也讓我有點意外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台北市居然排第三 而且第四名也滿讓我驚訝的 欸 彰化 彰化好像這麼多Wi-Fi 彰化去的觀光客多嗎 我不知道 我是覺得去過彰化感覺好像 彰化就幾個 我停留的時間沒有太多 所以我不太熟啦 只是說 而且彰化到底放哪裡我也不知道 它是不是熱門地方 我比較有印象是彰化那個什麼 我去看那個火車那個什麼 賽行那個火車的那個地方吧 離火車這樣滿近的 其他好像我就比較少去 可能孔廟那邊應該還滿熱鬧的 OK 然後還有花蓮 花蓮應該還滿合理的 因為我覺得觀光客應該會 除了台北新北之外 可能花蓮會滿喜歡 台中是還滿喜歡去的 但是問題為什麼台中會這麼多 而且到底台中這麼多Wi-Fi的最多位置在哪裡 這個我滿好奇的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先把這個統計表畫出來 第二個的話請你把它變成視覺化 就是把它畫個圖好了 因為這樣看其實雖然還滿清楚的 但是畫個圖應該會更清楚 所以接下來我希望怎麼樣 把它畫個圖還記得吧 樞紐分析圖 那我們用最簡單的好了 就是用這個好了 就是直條圖 因為你畫折線圖好像沒意義的 它又不是時間 它也不是比例 比例說真的這個好像沒什麼意義 我們畫個直條圖好了 OK 其他看有沒有更適合圖 我覺得直條圖應該滿直覺的 接下來的話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圖也許就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上面的話可能就是改個標題吧 可能就什麼 Wi-Fi熱點前五名好了 Wi-Fi 但是把這邊的工作人名稱順便改成一樣的 OK 這樣這個跟這個一樣 這樣就比較清楚 然後呢 並且把這個標題名稱也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紅色啦 20號字好了 然後出體 並且把這個合計的圖例 這個很多餘 要不然你點它delete 要不就是這邊有個加號 直接把它打勾取消 把圖例拿掉 甚至如果你要更清楚的話 資料標籤打勾一下 這樣就更清楚了 OK 好 這樣子很快的就有一個表 有一個圖 我覺得就還滿清楚的 那只是說 如果你假設要延伸 你說 老師我希望再想要更知道 台中到底哪邊最多 而且它設立的位置 是不是合理的話 那我要怎麼統計啊 其實教過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只要在這個2010的數字上方 快點兩下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這個2010的資料 直接再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 放在前面 那這個裡面全部都放台中市的那個資料 OK所以你快點兩下 有沒有發現 它會自動幫你把它跳到前面這邊 有沒有 那這個裡面的話呢 總共就是感錯向下 應該就是2010加1啦 2011沒錯嘛 然後裡面的話呢 全部都是放台中市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再去做統計分析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直接拿這個資料 有沒有 這個就是台中市 所以你可以把它直接 看你要不要再統計啦 有沒有 如果你想說 老師我想要再進一步知道說 哪一區最多好了 台中 台中有什麼區啊 北區 台中有大安區嗎 然後也有外埔區啦 不過這個比較麻煩就是說 之前的那個區喔 它都是三個字 可是台中剛好是有兩個字的 也有三個字的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說你看這邊要統計啦 比如說你說 老師我要加一個區啊 有沒有區的話 那就麻煩了 不過你會發現區喔 按Enter之後 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你要設公司的時候 有沒有 比如說我用MID好了 MID 文字類裡面的MID 那這個地方會產生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說呢 我如果要取這個地址的資料 比如說第幾個字 第六 第七吧 第七個字 那你會不會發現喔 當我點選了這個地址的儲存格 這個應該是第二啦 可是它顯示出來卻會變這樣 結果我同意說 老師為什麼變這樣 中瓜胡加一個小老鼠 X地址 其實它X指的就是在地址指的是地址那一欄 其實它也OK 只是它表示的方式就是表 所以怎麼辦 你說老師這樣跟我之前學的不一樣 我覺得非常有不安全的感覺 沒關係 如果你覺得不OK的話 有一個方法 怎麼我剛剛講過 就是你直接找到上面表格設計 只要按一個按鈕就可以了 轉換為範圍 它就會恢復成範圍 這個時候呢 範圍就跟你之前做 所以如果假設我一樣用MID 去做這件事的話 MID有沒有 然後這個地址 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就是第二了 它就不會是什麼X地址了 OK 所以喔 你想要轉換為範圍就OK了 但是這個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老師如果我要找區的話 可是我知道一定是第七個字 但是如果我假設給兩個字的話 它是北區是沒錯 但是如果我向下填滿的話 會有個問題 它這邊就答案就沒有區了 OK 所以怎麼辦呢 想想看 這邊可能要做一個判斷 判斷什麼 判斷說到底是三個字還是兩個字 所以可能在幾個字的那個地方有沒有 當然啦 這個應該也沒有標準答案啦 你想到的方法 我想到的方法是什麼 想到的方法 當然你要想到最簡單的方法 你不要想太複雜的方法 有沒有辦法就是判斷說呢 它到底應該是兩個字還是三個字 這個可能自己再想想看好了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所以這個幾個字 可能是不是要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什麼條件發生的話 那我給兩個字 反之是給三個字 這個可能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所以我把重點回顧 一就是直接插入書紐分析表 二的話就是拖拉過來 然後這地址 然後取得前五項就可以了 可能要先排序 資料這邊有一個排序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插入一個圖 再來就是如果你想要再深入去了解 到底為什麼台中市的Wi-Fi熱點最多 它設置的位置是否合理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很簡單一個方法 所以順便分析 我覺得這個機關還滿好的 如果你想要深入去了解 到底台中市的這所有的資料 它會點兩下有沒有 這個點兩下 會自動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出來 你可以做進一步的統計 所以你們可以先試試看好了 我們先到這邊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後面的部分